同学们看黑板 养狗 驴马 王婆 自夸 老师 这啥意思呀 今天呢 我们来一个 答题迎年土 答题迎年土 这算什么题呀 这些呀 都是比较常见的短剧 能养多少年土 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哦 我先来 行 大壮看第一个 想养高和狗儿 什么跟什么呀 不对 那我也不知道 还是看我的吧 前面是羊 后面是狗 那肯定就是 卖羊肉 喂狗吃 你太聪明了 小白 我怎么都没想到 也不对 有没有说到正确的案子呀 不对 还是我来吧 这个呀 三岁小孩都知道 挂羊头 卖狗肉 形容货不对版 打碎了 黑帝是怕妞了 奖定你十八年土 哇 十八跟我玩好久的啦 那我来回答第二个 行 小白 第二个说一下是什么的啊 这个比第一个简单 这个就是 驴腿短于马腿 小白 有道理 驴腿确实比马腿短 不对 那 哎 我想起来老师那个 我爸之前说过 我一生气 我那个脸拉的比驴脸都长 确实是 不过这跟这道题有什么关系啊 你懂什么呀 我爸这么说 肯定是说 这个驴脸的脸比较长 所以就是 驴脸长于马脸 驴脸长于马脸 哈哈哈哈 你说错了 我见过马脸 马脸比较长 不可能 肯定是驴脸长 马脸长 驴脸长 马脸长啊 你们两个别吵了 还是我来说算计答案吧 什么驴脸马脸呢 行吧 胖妞你来说 好正确答案是 驴蠢不对马嘴 形容两件事情毫无挂免 胖妞又大队了 再想立即十毛年骨 哇 我有二十毛年骨了 哼 不还有第三题了吗 我来 胖妞 既然你那么有信心 那就来吧 王婆减肥 没受自夸 不对 这跟减肥有什么关系啊 不对吗 这不挺顺利的吧 老师说你不对就不对 看我的 老师这节课是给我们发黏土的 那这道题答案肯定跟黏土有关系 所以就是 王婆卖黏土 嘿 自夸 你们两个东船西船的 没一个说对的 蛤 这都不夸夸 小白 这跟黏土没关系 跟瓜有关系 这些答案是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形容为了吸引顾客 夸大自己的东西 哇 胖牛说的太好了 又获得十包黏土 哇 我有三十包黏土了 一天玩一包 一个月都玩不完 那你玩不完 能不能给我两包 给我五包 五包不行 两包还可以 你想我给你一个汉堡 行 那我给你两个橡皮